崔佩怡婷经满老公。儿子大嘴巴,妈妈没有月经了。 崔佩怡婷经满老公。图翻设字脸书。2018年3月18日。 义人崔佩怡日前参加TVBS节目女人我最大,她受访时,谈到近日对外宣布想生第二胎,因为几年前照顾母亲生理时钟大乱,停经近两年,在医生评估下服用女性荷尔蒙,意外又来潮,提到停经时的心情。 她坦言不想让老公Sam知道,但儿子被课语不想有弟妹,直接对爸爸喊,妈妈没有月经了。 崔佩怡又好气又好笑地说,那时候停经,加上我比老公大一点,所以叫儿子不要跟老公说我停经。 没想到老公说想再生一个女儿,儿子听到大喊,妈妈没有月经了。 老公那时觉得有点失望。 后来因为服用女性荷尔蒙,她重新来潮,跟我老公讲,她喜形于色,但老公也说了,还是以身体为重,她不能失去我。 话语间尽县她与Sam的多年好感情。 崔佩怡与Sam感情相当好。 图翻设字眼书。2018年3月18日。 崔佩怡透露自己想要判生第二胎的消息一出,吴明珠医生跟知名险重医生都主动找上门,对于她而言,不管我怀不怀孕,还是希望险重了。 她谈到与儿子的相处方式在她上国中后,有了改变。 自从贝克语过中后,我学会放松。 以前常担心儿子很多事,老是睡不住,她做错事,我也会当场开骂。 现在自己深呼吸,等她洗完澡心情好,再慢慢跟她说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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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再见。